那情緒倒是蠻平穩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今天才发生 那我们这些教育团体的声音 跟这样子的主张也不是今天才出来 那我只是说我们一再强调说 教育的主角应该是在于学生 那如何推动更好的教育 那也就是说做这样的评选 因为对任何的市长都会不公平 因为这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绝对的做法 就是只能去选由教育团体 所推出来的那个唯一的人选 那他们也只推出一个人选 那这个有别于叫家长团体 家长团体也是推出好几个人选 那我想这个做法也可跟社会可以去公平 那对任何市长都很不公平